988新闻线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 告诉你有什么重点 首相办公厅驳斥了慕尤丁癌症复发 以及委任副首相的消息 国内两名部长是确诊感染关病了 那卫生部长就说 所有的部长都必须要做关病检测 五个州三个直辖区将会落实两个星期的MCO 禁止跨线全国也禁止跨州 在MCO地区只限家庭的两名成员外出去采购 那十四呢只准打包而已哦 好了 面对居高不下的这个疫情呢 终于很多人是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更严厉的管制 终于首相摩尤丁刚刚在傍晚六点的时候 非常准时的宣布说 从星期三严格来讲 就是明天踏入凌晨十二点开始呢 一直到一月二十六号 十四天的时间里面呢 全国各州会落实三种不同阶段的行管令 就是全国呢是禁止跨州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三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行管令啊 就是MCO 有六个地区会在落实这个行动管制令MCO的 包括了槟城 雪州 马六甲 沙巴 柔佛 还有三个联邦直辖区 包括了吉隆坡 布城以及纳敏 那这些地区的民众呢 是不准跨州 同时也不准跨县 第二种呢就是CMCO 六个州属呢 就会实施这个有条件行管令 包括了彭衡 霹雳 森美兰 吉打 登加楼 还有吉兰 但这个是CMCO 至于第三种 RMCO就是复原期行管令呢 就有两个州属 玻璃市跟沙拉越 而在这段期间呢 刚刚我们提到MCO跟CMCO的地区 也就是11个州属 三个联邦直辖区呢 就会禁止一切大型活动跟群聚 包括了婚宴啦 大型宗教活动啦 研讨会等等 至于RMCO的地区呢 就是允许这些活动的 可是还是要严格的遵守SO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CO地区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啊 在MCO重新启动之后呢 警方就会从许三号的 零许 就是零零零十二点 五月十二点开始呢 设置路障 而MCO州属的居民 只允许在住家 方圆十公里的范围内出入 是不是还有一点那种 记忆犹新的情况 我们就回到那一个时候了 那你可以在十公里范围内 去采购日常用品啊 但是允许最多 只有两名的家庭成员 去供车的外出 任何唯利者呢 必须要罚款一签令期的 那在这段期间呢 其实餐馆只是允许 打包带走 不可以堂食 至于CMCO 还有RMCO地区的 这些餐厅 还是十四 是可以堂食 不过要遵守 严格的SOP 那在这段期间呢 政府会允许 五种基本需求 经济领域运作 包括了工厂及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贸易与分销 还有种植及商品业 那同时呢 政府只允许 30%的管理层员工 回到办公室去作业 至于其他 就是没有列入 刚刚我们提到 基本需求经济领域的行业呢 就是需要强制性的居家作业 那雇主也是必须要遵守 政府所颁出的这些指示 当然所有的这些详情呢 都跟以往一样 都是会由冒工部那边在做出 就宣布的 那一般我们生活上 可以需要你去到超市啊 诊疗所 医院 法摩西 这些呢 是允许 就是在遵守SOP的情况下 继续运作的 当然你是要保持人身距离啊 然后要戴上口罩 那首先在演说的时候 有特别点出几个要点 他提到第三波的疫情 是从去年9月20号开始的 当时啊 只有63%的确诊患者是 就是有高达63%的确诊患者 是非公民 但是随着整个疫情 那年开来 到现在呢 本土感染是逐渐在恶化 而我们现在呢 是本地患者已经占了 高达70%了 慕尤丁透露 根据我国目前的这个 就是1.1的 基本感染基数来推测 就是我们讲的RN 如果这样子的推测到 4月第二个星期的话 我国单日确诊 有可能会去到5000宗 甚至会在5月的第四个星期 达到单日8000宗的一个情况 他也说呢 我国的医疗体系 已经是崩溃了 没有办法附和更多 所以在听许多方面的汇报之后 政府认为 有必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来阻断疫情扩散 也就是为什么刚刚呢 他们宣布了 会实施不同阶段的管制令 当然我们的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迈沙比里呢 随后也有说到 随着首相宣布了有关 行动管制令 就是MCO更加严格的 标准作业程序 SOP之后呢 国防部明天下午5点 就会召开记者会 来宣布更多的详情 而至于其他涉及的部门 包括了教育部 贸工部 还有工程部 也都会宣布各个部门 所实施的SOP 包括大家很关注的 开课时间 是不是会继续了 还有什么领域 到底可以 可不可以复工了 等等这一些呢 明天都会有更详细的宣布 其实今天呢 是有各种各样的消息 在一直传出来的 包括呢 今天稍早前 看到了The Star 引述消息报道说 我们的冠病 确诊病例是在暴增嘛 那首相母邮丁 可能会二度去寻求 国家元首 在全国去颁布紧急状态 根据报道呢 今天早上的内阁 特别会议上 是讨论了 冠病疫情的危机 还有这个需要 颁布紧急状态的 这个必要性 不过内阁最终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还不知道 The Star也说呢 慕尤丁 将会在今天下午 去觐见国家元首 并且向元首 去汇报 内阁特别会议的内容 而国家安全理事会 也将会在下午 召开一个会议 那有关首相 可能会再度寻求 颁布紧急状态的 这一件事呢 其实前首相 纳吉那个时候 是有做出回应的 他就认为 这个是基于政治动机 不是为了对抗疫情 那纳吉在脸书 附上的The Star的截图 就质问 3月到4月实施的 第一次实行的 行动管制令MCO 非常的严格 也已经证明 援引1988年 传染病预防 及控制法令 就足以实行 所有的抗疫工作 不需要再宣布 紧急状态啊 还有冻结国会会议 不过我们看到 最新的宣布呢 就是落实了 三个不同阶段的 新管令 其实很难去 就是不难想象 今天呢 首相会有一个 这样子 更严格管制的 一个这样的宣布 因为我国的疫情连续 好多天 已经就是破2000了 今天依然 这是不例外的 我国今天是 新增了2232宗的 冠病确诊病例 雪兰额州属呢 继续是最多 单日病例的一个州属 达到557宗 接下来就是 罗伯州396宗 上巴州排在第三 374宗 而吉隆坡呢 也有204宗 这些都是之后 会落实这个MCO的 这个州属 还有地区了 那其实目前为止呢 全国累计下来的病例 已经达到 138224宗 还记得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说破了13万 现在看下来 可能明天 如果照样之事 增加2000多宗的话 我们这么短时间 就是已经破了14万 当然刚刚讲的 就是全国的 一个累计病例嘛 当中是包括了 有28000多宗的 这个活跃病例 另外今天呢 其实是新增了 4宗的死亡病例 所以累计下来的死亡人数 达到了555人 说到这个活跃病例 其实之前 我还记得我们有说 如果破迁的话 就挺危险的了 结果现在我们已经 接近三万宗 所以真的是 一定要非常关注 那当然 随着这个疫情的情况 我们看到没有减缓 反而是 最近都一直是 居高不下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只能够继续的在等待疫苗 到底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什么时候会接种呢 看到卫生部和美国辉瑞制药公司 就签署了制造与供应协议 就为我国购买额外1220万剂的 辉瑞和BioNTech所研发的冠病疫苗 那根据卫生部今天发布的文告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 今天早上呢 就代表了我国政府 在部长办公室 通过线上的方式签署了协议 那截至目前 我国一共是买下了 2500万剂的辉瑞疫苗 足以覆盖39%的我国人口 而这一批疫苗呢 就会在2月底开始供应 只不过现在看到啊 这个疫苗还没有来到我国之前呢 我国那个部长就已经中招了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穆斯达法日前确诊感染病肺炎 那根据首相署经济事务部的文告就说 穆斯达法是在前天 接受冠病肺炎的检测的时候 就被确诊是阳性 那穆斯达法是我国第二位 确诊冠病的部长哦 在这之前呢 其实另外一名首相署部长 就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祖基菲里 他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确诊 那成为第一名确诊的这个内阁部长 不过很快的啊 在穆斯达法之后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莉娜哈伦就成为了 第三位确诊的内阁部长 科学报道说 其实他在过去一个星期 曾经出席了好几场的这个公开活动 也去过很多地方 最近呢 是有去到灾区那边派伐物资的 当然随着有内阁部长 就是确诊了新冠肺炎之后呢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就证实 所有的内阁部长 其实都已经接获一个指令 那就是必须要进行 这个新冠肺炎的测试 他也说到呢 除了测试 他们也都必须要在部城的 县卫生办公室那边 进行一个风险评估 就是看他们是不是需要隔离啊 还是可以继续的活动 不过呢 对于部长是否需要 自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期间 是不是要隔离呢 暂停办公呢 阿汉巴巴就没有回应了 好嘞 现在我当然是 要问你去过关注的这个 CMCO啊 MCO啊 MCO等等 真的 看到这个槟城雪州直辖区 马六甲 沙巴州还有柔佛 会进行两个星期的MCO 那其他州属分别就会进行 CMCO还有RMCO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认同 觉得重灾区MCO就好了 可以点选Love 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宣布 觉得应该要扩大到 其他州属都MCO的话 可以点选Wow OK 两个选项 欢迎去到 988的官方Facebook那边 投选 就是收集一下你的意见 你到底对于今天的宣布 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那这下端回来呢 我们就会来着重关注 就是比较政党方面 还有包括大选方面的详情 因为呢 首相就是慕尤丁 今天除了刚才宣布了 那个就是发表的演说之外 他今天还驳斥了两个传言 所以下端就会回来告诉你 现在先深呼吸一下 我觉得大家听了 这一连串的消息可能会有点缺氧 可能需要点甜的感觉 送上这一首甜甜的歌 有汪苏龙还有Bi2的 有点甜 继续守一下988 我是向君 我是Sindia心瑞 好继续带你跟进今天的 除了刚刚讲的 这个疫情MCO之外的课题 说到首相呢 很麻麻刚刚有讲嘛 他故事有博射了两个传言 看一下这两个传言是什么 第一首相办公厅是否认说 慕尤丁需要接受 癌症治疗的这个传闻 第二个驳斥的就是 他们也是否认说 首相即将委任副首相的这个传闻 是这样子的 早前呢就有个消息流传 流传的非常的盛 就讲到这个慕尤丁的癌症 已经复发了 而且必须要去到新加坡那边治疗 所以他必须委任 外交部长西专慕丁当副首相 那根据文告就说到 首相已经获得医疗专家的证实 就是后来驳斥的文告就讲说 其实他已经得到专家的证实 他的癌症已经康复 所以刚刚的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慕尤丁其实他是在2018年 罹患这个胰脏癌 那同年的7月12号的时候 就去到新加坡那边接受这个手术 割除了这个肿瘤 然后接受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完成12次的化疗 最后他有宣布说已经是康复了 当然也难怪首相办公室呢 这么急着去发文告去澄清这件事情 因为呢这件事情真的是一直在网络上面流传 有关慕尤丁会委任副首相的这个消息呢 也真的是传得好像有鼻子有眼睛 这样子啊 就直接说明了委任的对象就是西山慕丁 看到通知大马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呢 首相慕尤丁很快会在这个星期内委任 巫统森布隆区国会议员西山慕丁 作为副首相来巩固国盟政权 并阻止巫统进一步判离 那根据报道随着巫统表明不会跟土团在大选中合作 再加上巫统吉兰丹州主席阿末加兹兰 宣布撤回对国盟政权的支持 慕尤丁委任副首相的做法呢 并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 反而会激怒巫统 不过刚才说啦 所有的这个副首相的东西都已经是被驳斥了 那就在阿末加兹兰上个星期六宣布撤回对国盟的支持之后呢 国盟在222个国会议席当中呢 就只掌握了11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另外有两个议席呢 是因为议员去世而悬空 那消息人士就说 西山穆丁呢 短时间内就会成为副首相的 不过有另外一个消息就说呢 慕尤丁并没有知会国盟其他盟友有关于这个决定的 刚刚那个是透视大马引述消息 就是报道的 另外方面 新州日报他也同样引述了消息 不过另外的消息就说到啊 其实如果要委任西山穆丁成为副首相的话 就必须要先获得巫统主席阿末扎西的同意 这一个消息就说 首相其实还没有去针对委任副首相的人选 做出任何的决定 这根据这个消息呢 慕尤丁虽然是比较倾向于委任西山穆丁 但是他就交给西山 还有巫统另外一名副主席 也就是伊斯迈沙比里去自己去谈妥 目的就是希望说可以尊重巫统那边的选择 除非西山跟伊斯迈沙比里达至共识 并且取得了这个阿末扎西的认可 不然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委任的 慕尤丁要确保这个巫统副首相人选 必须可以掌握巫统各个派系 不让巫统内部就是持续的在乱 来稳定整个国盟的这个政局 那慕尤丁其实他一直都保留副首相的职位给巫统 但是啊就卡在因为阿末扎西自己想要上位嘛 但是阿末扎西又是官司残身 所以慕尤丁希望说巫统可以不会推荐一个更适合的人选 那虽然说委任副首相的这个传闻呢 是甚嚣尘上 不过有消息说呢 慕尤丁是很满意当前的职权分配 完全无意要重组内阁或是委任副首相 看到新报引述一名高级政务部长的谈话说到啊 委任副首相这件事情呢是子虚乌有的 这名部长也说首相已经多次表明 他非常满意现有的职权分配整个想法 而且呢也没有必要赶着重组内阁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不过呢首相办公厅那边呢 今天的文告已经说了没有这件事情啊 没错 不过说到我国的政局一直不稳定嘛 所以就引发是不是要大选的状态 就是闪电大选 一直在传 对国盟的说明是讲说会等到疫情结束之后才大选 但是部分的巫统领袖却一直促请 应该要提早大选要还政于民 那针对这个课题呢 其实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 他又出了一句经典语录 他说人民如果可以排队进去超市里面去买东西 那为什么不可以排队进去 这个投票站去投票呢 为什么刚刚讲到他又有经典语录 他真的很多经典语录 如果你还记得当年他非常有名的那碟 就是免GSD的炒饭 对我还记得那个照片 其实他公布这个 大家就是一直在讲那个GSD的问题啊等等啊 人民受苦等等 他就是公布了一个不需要GSD的这个炒饭的recipe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Google再回顾一下那一个新闻 那这个阿末马斯兰呢他就在个人推特留言说 如果你可以进到超市每一天都排队 那为什么不可以排队一天来投票呢 因为这个有严格的SOP可以遵守吗 等等等等这样子的 阿末马斯兰认为啊 在解决水灾还有开始启动疫苗注册之后 其实就可以举行大选了 他还表示各个政党在疫情之下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竞选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点在投票那边不可以实现呢 OK那要不要闪电大选是一个问题啦 大选的时候巫统要不要跟土团党合作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耶 巫统的选举主任达祖廷就强调 巫统不会跟土团讨论议席分配 因为呢巫统不会在第15届全国大选的时候 跟土团党合作 他说巫统的最高理事呢 已经决定在来届大选呢 不要跟土团合作 所以巫统呢就只会通过国民和谐 就是跟伊斯兰党那边去进行协商 来讨论他们的议席分配 那雪州土团党主席阿木拉西就表明 如果巫统真的是要跟他们 就是跟土团断交的话呢 那么雪州土团党也将会在国门框架内 跟伊斯兰党合作 对他就像新报说啊 自己跟这个雪州伊斯兰党主席阿末尤努斯 还有就是雪州的国盟主席阿兹敏阿里 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是讨论过了 就涉及他们合作的范围啊 还有如果发生变化要怎样去应对 不过阿杜拉西就强调说 如果巫统决定不终止关系要继续合作 那土团党其实也是愿意继续跟巫统那边合作的 那另一方面呢看到了伊党那边呢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就强调 由伊党土团跟巫统所组成的 这个国盟政府呢 依然很强大而且也很文固 因为呢没有任何的政党呢 是可以单独组成政府的 相反的巫统跟行动党互相拒绝合作 前首相敦马拒绝公正党主席安华 安华又向国家元首开出了这个空头支票 所以呢都没有能力组成政府 那被问到说巫统将不能 不跟这个土团党合作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哈迪阿旺就只说 伊党就会扮演一个法官的角色 去主持公道 去看你像这样子了 那另外他也认同 在官兵疫情期间呢 是不适合举行全国大选的 而在官兵疫情期间 我们就进行了三个不同程度的 这个新管令了 看到槟城雪州直辖区 马六甲沙巴还有柔佛 会进行两个亲戚的MCO 至于其他州属哲市 会分别进行CMCO还有RMCO 你针对这样的一个宣布 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今天我们多数的朋友啊 72%的人呢 是认同就是在重灾区的州属呢 进行MCO就好了 28%的朋友不认同 就认为这个宣布呢 应该扩大到全国 其他的州属都一起进行MCO 文文就讲说 他赞同的不是重灾区 就不需要MCO 至少部分国民 还是可以继续为生机去打拼 把这个损失呢 降到最低了 那看到N个冠他就说 众望所归了 OK那林光辉就觉得说 不应该差别 不应该差别待遇 应该要以视同仁 呃 本能力望他就说 直接大范围的MCO比较好 不然MCO地区的人 就是跑到去MCORMCO 这样子啊 住两个星期 这里要澄清一下 全国范围都禁止跨州 在MCO地区禁止跨线 你的活动范围 只是回到10km的范围里面而已啊 OK那Sharon就认为说 应该就直接total lockdown 就是全国都一起进行MCO 因为可能还有一些人啊 就会是到处乱跑啊 就会有一些 呃就是违规的行为 他认为这些对遵守的人 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看到King2就说 他觉得关阻断开 又再重回来 他觉得这样子一个周而复始 可能他觉得 呃没有完全很根本的阻止疫情呗 那英慧就觉得 英慧了你念过了吗 没 英慧就说呢 旨在严重的周暑实施 MCO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 因为还是要考量到 经济的这方面 不然呢 很多人呢 失去饭碗 就不病死 也会饿死啊 哦 Lawrence CW 就直接说 一起MCO吧 有福同享 哎呀 我觉得这个 其实真的是很两难的 一个做法啦 就是很多人 还是会关注到 外经济怎么办呢 他们的行业 就是饭碗这边 又怎么办呢 毕竟现在 如果是落学MCO地区的话 其实限制挺多的 只有五个领域 是允许工作 但是只允许 百分之三十的 这个管理层 对对对 回到公司其他的 都必须要是 就是work from home的 不过有关这个部分呢 就是茂公布那边 还是会公布更多的乡亲 相关的部门 也会出来公布的 所以大家 就等当局公布了 我们再传达给大家啦 对 继续守家新闻线啦 国防部高级部长 明天也说五点 他就会有一个宣布 当然明天的新闻线 会跟你跟进 包括说很多人在问 到底学校的方面怎样啊 教育怎样啊 等等这些 明天相信 就会有更详细的公布了 毕竟后天就开始 要MCO RMCO 还有CMCO了 OK 好吧 我是湘君 我是新娘新 明天继续新闻 先跟你聊新闻呗 明天继续新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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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咱们 要跟声 解订